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穿多大些 三十八 好 好 走吧 怎么又漏水啊 多大点事啊 跟催命似的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给你们家多多送狗粮 我都不代谢你们家门 怎么又漏水呢 请看 知道这是哪儿吗 感情昨天晚上水漫金山了吧 你自己瞧瞧 自己瞧瞧 我的天哪 怎么回事 我说你出差之前不知道 检查一下吗 瞧你那一脸嫌弃样 我这不是没来得及收是吗 你要理解一个职场女性的艰辛 怎么样 收拾好了吗 通知物业的人了 马上过来了 我说你赶紧回来啊 把钥匙拿走 我可没空给你当管家 你以为我不想早点回去啊 我这两天就跟个猴子似的 上蹿下跳的 结果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我都快烦死了 你去黄岛干吗呀 互联网大佬啊 萧总啊 可以啊 挂界了啊 夸什么气啊 好几天了我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我都快发朋友圈召唤神龙了 召唤神龙倒不用 你想找他的话 或许应该对我尊敬点 我不尊重你吗 你厨子能干什么呀 这个人呢 都吃五股杂粮 没准厨子 真的可以帮到你的忙 什么意思 老师傅 岳泽应该给您打过电话了吧 我是他的朋友 今天过来就是想知道 萧总今天 会不会来您这儿吃饭呀 小萧啊 这样 一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 昨天我妈跟彭话来着 他已经到了黄岛了 这孩子的嘴啊 也让我给养雕了 只要一到黄岛 他肯定到我这儿来吃吃喝喝 这不今天早晨 我出去采过去了 就把他带人呢 到我这儿来吃饭 那看来 我们还是拖了萧总的福 不然也吃不到 那么好吃的饭菜 哪嘞 还不谢谢你们呢 这几年互联网 为了这个流量平台 也是血液腥风 你们要那个叫外联 许可证 不也是为了平台流量 我要说不是 您也不信啊 但是对于木兰说来讲 外联许可 最大的意义和价值 是因为我们拥有 全中国最多的素人 在木兰说的平台 更多的是他们对生活的分享 我们的平台里面 有全职太太 职场女性 还有追求时尚的年轻人 他们会在平台里面分享 社会小技巧 还有职场刚需 还有潮流必备品 当然还有更多的新疆西藏 或者是偏远山区的人 在里面分享自己的农产品 工艺助农 木兰说需要流量引流 更需要外联许可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更多的人 提供商机 创造价值 那么 今天的菜还成 托萧总的口福 今天又尝到了新的菜 很好吃 客气 这托你们的福啊 彼得总 我记得我上班的第一天 您就跟我说过 销售不追踪 万事一场空 作为一个销售 如果你不打电话 别人就会打电话 因为永远 有比你更努力的人 对吧 你还真把自己 当成好销售了 萧总为什么选择跟你合作 是因为你漂亮 真的吗 到我这个年纪 还能用这两个字的话 我觉得对我是一种保奖 你别跟我扯这些 你靠不择手段接近来人 别告诉我 这也是跟我学的 我真没看出来 你真活得出去 没想到你还学会了 胡说八道呢 你敢告诉我 你没有为了利益 活出去 我太敢了 陈彼得 你输了 但是我也想顺便 告诉你个道理 输不起的人 永远也赢不了 谢谢大家 许可真 谢谢大家 我带来 听我去